小秀 我和小新姜 小新姻姜水钻满 尽力做到滴水不漏 马来西亚甲动大爱园园的四岁孩子 在校园进行三天的治水体验 用完了还有水吗 没有咯 我们要往好的西服用水喝来 每人手上只有两支宝特瓶 考验孩子一天的用水量 需要保持在一公升内 这样的体验 希望孩子们能更加懂得 珍惜水资源 了解水资源得来不易 又叫老师向孩子宣导 只有人人例行省水解水 才能共度缺水难关 到了第二天 第三天他们已经开始 知道怎么样去控制水量 他们也知道要怎么样去 不要让那个水流的太多 然后也在想着办法 不要让自己用这么多水 你知道我们的水是很干净的有没有 这个水呢 联合国提供的数据显示 每年大约有350万人 死于跟供水不足 和卫生状况不佳有关 透过实际体验课 从小培养孩子 珍惜水资源好习惯 大爱新闻 王真英国国充马来西亚报导